今天是周日天气晴朗 海苏带大家来逛一下基督城的这个Sunday Market 这个Sunday Market呢 就是周日跳岛市场 位于基督城跑马场的停车区域 这里呢有小贩大概有200多家 所以呢进去之前首先得取点现金 当然了也有很多商户呢 它可以支持刷卡 但是更多的呢还是支付现金 在入口处呢摆放了这个取款机 取一次钱呢成本蛮高的 手续配就要收到三块钱 基督城这个周日市场的历史还蛮悠久的 它最早呢创办于1988年 当时的这个场地呢 是位于现在基督城最热闹的一个shopping mall 就是Westfield所在的这个区域 只不过当时呢是个停车场 所以它逐步的变大 它后来呢又搬到了这个不幸的停车场 不幸呢也是基督城一个比较有名的地方 但是呢很快就超过200个商家来参加了 于是呢后来又搬到了这个Rigdon高中的这个操场 之后呢就永久性的搬到了这个跑马场的这个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区域的确比较大 现在这里呢是卖这个树的 这里有这个观赏性的树种 也有很多果树 比如苹果树啊梨树啊 在这里都可以买到树苗 然后带回去 坐在自家后院 这里还有其他的商品 比如说这个多肉宝塔 因为现在是新西兰的夏天 也就是说临近这个圣诞了 所以这样一盆这个多肉肉摆在家里 对于烘托这个圣诞的节日气氛想必是很好的 但价格也不便宜啊 左边这颗大的150纽币 右边这个小的是99纽币 新西兰呢可以说是多肉的天堂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多肉 而且长得无比的这个茂盛 有的多肉大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 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把不同品种多肉 拼成这样一个宝塔的样子 这边呢卖的是盆景 新西兰人也喜欢做盆景造型 这个可能大家想不到吧 这样一个摊位租金一次是50纽币 但如果你长期来参加他们的活动的话呢 可能会便宜一些 新西兰人呢对于这个有价值的物品的利用啊 真的追求极致 无论是刚才看到的这个画册地图 还是这些手工工具 来自各种各样的餐具 只要还有利用价值 就可以摆上二手市场上来卖 应该说新西兰人对这些物品的循环利用 真的是到了极致 以前这个摊子上面呢 还有这个磨刀的这样的服务 就可以帮你把这些用过的很长时间的 钳子剪子啊 重新磨的锋利 这呢是品项好一些的餐具 你看这一个还卖12块钱的 这应该是不锈钢的 看过这个餐具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里还有户外用品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套户外的餐桌多少钱 哇要1250纽币 这是各种线呢 也是中国来的嘛 15块钱一根或者两根20块钱 便宜吧一点都不便宜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这样一个摊位 要收你50块钱一次 那么一次能开张多长时间呢 也就早上10点钟到下午 大概一点半两点就结束了 所以时间其实很短的 大家逛这里呢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消遣 打发时间 同时呢 这样一个环境呢 会让你有种错觉 觉得东西很便宜 我们来看一下这35块钱 一个是什么呢 是灯 便宜的35 贵的50 这个灯是什么做的知道吗 你可以尝一下 它是盐 是来自于喜马拉雅的粉盐 做的这个盐灯 这边呢 我们看到的呢 是应该叫铁锈 就是用铁制成的各种户外的一些这个艺术品 这个呢 就是户内的了 你看这摩托车做多精致啊 摆一个在家里还是蛮有味道的 如果放在户外的话 估计会被人拿走的 在新西兰 摩托车文化呢 还是非常盛行的 在周末的时候 通往一些景区的高速公路上 经常有开着这些大型摩托的这个车队啊 从你身边呼啸而过 非常的拉风 从一个吃货的角度来说 小吃和美食呢 是一个集市的灵魂 在这个周日市场啊 大概有四分之一左右摊位呢 是与吃有关系的 这是一个卖泰国小吃的摊位 现在呢 到了正午时分 吃饭的人也不少 我女儿呢 在这里点了一份 我们来看看她点的是啥 名字呢 我也说不上来 好像是用椰汁 做的一份杂烩 坦率说啊 要吃东方的美食 还是得去正了八经的餐馆 在这个集贸市场呢 还是西市的甜点比较过瘾 泰国小吃的对面是农场的摊位 正在卖鸡蛋 30个鸡蛋才卖6块钱 只有平时价格的一半 再看看这些空荡荡的铺位 不得不说 自从关闭边境以后 整个市场人气下降了很多 前面排队的摊位了吸引我们 看看他们在卖什么好吃的呢 走近一看 在摊位的招牌上面写着冰淇淋卷 看起来挺诱人的 老板呢 飞舞两把铲子 在捣腾什么东西 有点像切肉夹馍的那个碎肉一样的感觉 当然了 这肯定不是肉 我们点一份 看看到底老板在剁些什么东西呢 原来他剁的是冰淇淋 你猜到了吗 这个味道的确 还很有意思 比那个泰餐要好吃 这个摊位成功地吸引了我 据说呢 这是来自河南的美食 应该说 刚煎的馅饼 配上这个巧克力 糖粉 奶油 和草莓 味道的确相当不错 中间大草坪是休闲区 还有现场音乐会 在远处的草坪 以前是儿童乐园 有冲济城堡 有儿童奔吉 但今天都没有开 我们一看到呢 很多摊位都已经开始收摊了 说明现在人气的确比以前淡了很多 看来这50牛逼的摊位费 要收回成本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大家好 我是海叔 我在新西兰 如果大家对华人的海外移民生活感兴趣 请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现在我们逛过了 吃过了 也喝足了 时间到了1点51分 该走了